你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 又一个大瓜 知情人士透露 谭松韵隐婚 近日 娱乐圈并不太公平 但除了闹上热搜的张继科景田事件 还有两位女星也卷入了风波 一位是Twins中的阿娇 她被卷入私生子风波 有网友抱其为富二代 勤奋生下一对双胞胎 另一位则是九十花谭松韵 她被抱已婚 4月4日 娱乐圈中再次传来大瓜 有知情人士爆料谭松韵 与万达董事华汉隐婚 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吃瓜群众的关注 提到谭松韵大家都不会陌生 她凭借着一张娃娃脸 出演了多不少原剧 与刘浩然 杨阳 宋威龙 景博然等多为当红男星合作 她既是实力派 也是偶像派 虽然在流量上与杨子等人有着一定的差距 但也拥有不少粉丝 早在2021年时 网上就传出谭松韵结婚又离婚的消息 毕竟她已经30岁 结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只不过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以至于外界都在猜测谭松韵是否隐婚了 随后 谭松韵本人下场辟谣 称的确是结婚又离婚了 但她所指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当时在剧中的角色 罗石一娘 此次谭松韵又传出隐婚的消息 爆料者透露与其结婚的人是万达董事 华瀚 经常在一线吃瓜的网友们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 华瀚曾与杨幂 刘诗诗等多位女星传出过绯闻 尤其是她与景田的关系让人猜测不已 网传景田上大学时所谈的男朋友正是华瀚 景田也在某节目上透露男朋友帮助自己了许多 甚至还有消息称景田之所以 一出道就能获得资源与华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悉 华瀚是万达的大董事 同时还有着媒体人 经纪人 营销专家等多重身份 谭松韵被传与其结婚的消息也并不是空学来风 翻看谭松韵出道多年所参演的影视作品 其中多部的出品方都是华策影视 而在2016年时 华策影视以两亿资金入股万达影视 紧接着在2017年就有余记爆料称 谭松韵与华瀚隐婚 只不过这一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如今 时隔六年后 谭松韵再次被爆出与华瀚隐婚的消息 不知道他是否会对此事做出回应 无论是否为真 都祝愿谭松韵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谭松韵小时候就喜欢表演 他跟随自己的兴趣开始了学习演艺生涯 起初 谭松韵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关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的才华 渐渐的 谭松韵成为了一名知名人士 并且在音乐 舞蹈等领域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谭松韵在生活中也是一位开朗豁达的好男人 从不害怕困难或者挑战 对于工作上的要求 他总是全力以赴去完成任务 谭松韵从小就在父母身边长大 接受他们对他的教育和引导 谭松韵虽然出生在一个英语环境中 但他的英文水平并不算好 甚至不能说英文两个字 不过 随着年龄增长 他逐渐发现自己能听懂一些简单的英语对话了 直到14岁时 谭松韵才开始正式学习英语 然而由于语言障碍 他经常会被同学们嘲笑 尽管如此 谭松韵仍然坚持学习英语 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挑战 渐渐的 谭松韵掌握了不少英语单词和语法知识 并且能够用这些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谭松韵坚信自己有能力学好英语 并最终通过考试取得良好成绩 因此对他而言 学习英语也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于2003年出道 并在《神雕侠侣》中扮演小龙女一角 而获得了公众认可 如今 谭松韵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女演员 作品有很多部获过奖项 如 华鼎奖 提名 最佳女主角 飞天奖 提名 最佳女主角等等 谭松韵目前正在拍摄一部新剧 该剧讲述一位普通女孩 在人生低谷时期的奋斗故事 期待看到谭松韵更多优秀影视作品 谭松韵饰演的角色 都是不同类型的人物 无论是可爱调皮的公主 还是阴险毒辣的女王 她都能轻松驾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谭松韵还出演过经典电影 《王博山之谜》中的女主角唐婉莹 这部影片让她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经验将会帮助更多年轻女孩成长为优秀的演员 那么华策影视和万达有何渊源呢 其实作为业内两大影视公司 两者一直都有密切往来 2016年 华策影视便以两一入股了万达影视 谭松韵和华策关系匪浅 华策又和万达渊源颇深 华瀚又是万达董事 这其中的牵扯字不必多言 华瀚还被报是景田的前男友 景田自出道之后资源就相当不俗 甚至连张一谋指导的长城都由他担任女一号 当时外界盛传景田背后有一金主 正是华瀚 景田本人也曾在节目中透露男友帮了自己很多 但分手之后 景田的资源肉眼可见的下跌 这次谭松韵被报已婚 很多人觉得不可置信 但也有人将信将疑 因为谭松韵几年前便被报已婚 2021年 谭松韵被报结婚了又离婚了 而这次的爆料是谭松韵的现任老公是华瀚 无疑让网友疑云四起 对此 有网友表示空穴不来风 但也有人觉得仅凭一句传言就开始脑补 实在没有幸福度 不管如何 谭松韵是一位好演员 多关注她的作品吧 年轻的屋檐 落雨一点点 拥挤的人涵意 终和你擦肩 迷人的双眼 还有可爱的笑脸 你就从此住在心里面 有你的世界 再冷也温暖 日子每天又一天 从没有疲倦 清晨一个吻 睡前说一句晚安 这幸福的生活多么的浪漫 你就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 你就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 不管真心是何年 此情都会变 风起的时候 我会陪在你身边 再多艰辛我也会勇敢 你就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 你就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 不会让你再寂寞 也不会再孤单 为你流眼泪 为你珍惜每一天 只想就问他 上一遇见 你就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 你真心的恋爱 我今生最美的遇见 你现在是她每天那些 谁都是你 年轻人 还是我 你真心的恋爱 一遇见 而是你 我今生最美的遇见 Zither Harp